我常常都被人问 我有够钱 我想投资一下物业 想做个收租牌玩一下 又想租金回报高 又想有升幅 难道 在西环有? 其实 香港岛有没有其他地方 都会有呢? 我们不如找一些 小人去提的CBD 不如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今次带大家去行 就是在 泽鱼冲太古坊 太古坊 大家都知道 是太古一个重要项目 亦都是太古皇国 上面就有4条很重心的街道 包括有 海江街 海堤街 海湾街 和唐厂街 这4条街 其实刚好似一个长方体 上面有几座物业 都很重要的 好,我们现在 从海江街开始走起先 我们直行 在右边 就一个叫做海江苑 分开两期 有一座和二座 现在见到就是一座 走前一点 其实会是一个商场的入口 经过商场入口之后 就会轮到海江苑的二期 在我们左边 这一座楼已经在收购 但是还没拍 右边我们将会见到一个 叫做汉威大厦 这座是 这么多座之中 最新的一座 有些景 望山和望海 挺好的 沿途走 你见到左边 这个叫做多宝楼 第一条街就走完 将会转入第二条街 第条街 大部分 向海 都是非常漂亮的海景 包括现在见到的 龙景大厦 不过年纪就大一点 向前走 会看到一条小巷 Office hours 就跟你 中华南桂坊 没什么分别 很多很多很多人 沿途见到的茶餐厅 都买少见少 只剩一间半间 因为大部分 专营了 不同食市 现在见到第3条街 里面 叫做海滨大厦 大部分丹麦都向海 而部分就放回 后街 我们沿途会见到 麦当劳 或者一些红酒店 不过麦当劳已经被人赶了 刚刚见到一个叫家荣大厦 就做得上size比较小 入场也比较便宜 现在见到是拍摄 前身也是在旧楼 被泰古收购了 而变了一座 Service Apartment 转右这边 就去到最后一条街 整条街也是整个泰古坊 要买铺要租 最贵最贵的 因为从泰古坊地站出来 这条主要干线 每日一定经过 好像 九龙的尼敦道一样 你一日上班 起码经过两次 连带海江丸商场 没有鸡铺 里面是非常之旺的 都是 我们差不多回到起点 刚才 这4条街里面的 物业 所有的地契 都是3条狗 作为一个收租婆 是不是都应该选三条狗的物业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听我说 这4条街上的 不同物业 的好与坏呢 有兴趣的 麻烦你留言告诉我 再见